在关注是中国普尔景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项目 17号在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通过的审议 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全球首个茶主题世界文化遗产 在沙特利亚德举行的第45届世界遗产大会 17号通过决议 将中国普尔景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成为中国第57项世界遗产 普尔景脉山古茶林文化景观 位于南省普尔市 蓝仓拉护族自治县 是保存完整的人工栽培古茶林典型代表 有5片古茶林 9个古村寨 以及3片分隔防护林共同构成 中方深意代表指出 这延续千年的文化景观 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中 茶主题项目的空白 生动展现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 和杰出成就 彰显了中国在世界茶叶起源 种植 贸易和茶文化传播领域的主导地位 这个项目也是活泰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国案例 也是人与自然良性互动 和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凤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文化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